这个成语的第二个故事是应血 应血呢 也是说的近代一个学子 这个人叫孙康 孙康他家里面也是没有钱的 也是家里面是过着像打工的人 农作的人一样的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这样的日子 家里面买不起灯油 晚上呢 他就只好睡觉了 有一天他晚上睡觉 他就经常是很不满意 总在想书的事情 那经常做梦 有一天晚上 他做梦呢就醒来了 醒来了以后呢 看到窗户透出一丝亮光 他说这是什么亮啊 打开窗户一看 外面白茫茫一片 原来是下雪了 他就走到院子里面去 然后欣赏这个 银庄素果的雪景 在这雪景里面 他看到雪景映成着自己 这种色彩对比非常的分明 于是他就想 哎 这个雪景的这个光 能不能用来照亮我的书呢 赶快跑到屋里面去 把书拿出来 放到雪地里面 果然那个字 是能够看到的 已经能够让他 看清楚书上面的字了 这样一来呀 只要有下雪 他也都会采用这样一个办法 这样一种学习的方法 让他的雪业飞快地成长 用艺术的方式来说明 他是怎么样 行于学习 最后呢 成为一个有用之材的 在这种水果里面 手术的水果里面 做着对手术的水果 这样再会 把水果里面